大家好,我是一风,欢迎收看我们的1.19假贝爷生存 首先给大家做个全面的介绍,为什么叫假贝爷生存 大家看到了,开局血量只有3滴 然后这个整个包有个特别的系统,什么系统呢? 每升5级加1滴血,那这不就是咱们那个贝爷吗? 那为什么我要管他叫假贝爷呢? 因为他这里太强了,比贝爷还强 怪物有持续增强,这个mode非常恐怖 另外呀,我们也有增强 我们不用非得和那些怪物一样去收集资源 我们升级的同时,还可以点这些技能点 大家可以看到啊,生命,攻击,还有咱们的生存 敏捷,防御,以及幸运 还有这底下各种各样的技能点 我们可以点击这里获取更多的信息嘛 然后学习这些技能,然后这就是我们的背包的技能 另外我再告诉大家,还有一个特别带劲的是啥呀 我们在这个里边的这些生存 比如说我们探地牢会有很多的宝箱 特别的带劲 我指的不是这种带劲啊 先看一下咱们的说明书 啊,全是英文 哦,这相当于就是方块展示了 是吧,咱们这整合包里有多少种方块乱七八糟的 这也是个英文 荣秋葱草原,草原荒野 哦,我知道了 这个叫群系展示 咱虽然不认识这个英文 但是这个群系展示我还是懂 反正全是英文嘛,不管了 一会儿当燃料把它烧了就行了 开局真不错啊,作者,作者还给咱们准备了个说明书 哎,真不错 先把奖励箱里的这个火把拿一下啊 看看咱们这一波假被烟生存 咱能活多少天 刚才那个开局嘎了一次不算啊 不算不算 也不是活多少天嘛 看我能不能坚持到打梦影龙 中间我们会遇到哪些冒险有趣的事情呢 哇塞 这里面居然有 我不说,大家都懂 啊,这里面给了这种好东西,真的是没得收 然后开局给两个面包,还有一个这个,还有一把斧子 哇塞 箱子开启以后居然变色了 真不错 咱的主武器现在就是一把小手 小手枪 这看起来也不是个手枪啊 还是无声的 诶,这什么东西啊 开局自带一个小房子吗 这么带劲 我先把木头准备一会儿啊 这里面有很多的武器装备 还有一些特殊的特点 我记不太清了,等我想起来再给大家慢慢介绍 不管怎么说吧 喜欢这个系列的小伙伴们可以点赞关注啊 最主要是他这是新版 这是什么 哦,我等了 兄弟们看好了 做女人 挺好 这不就是个齿轮吗 我一蹲下,哇,这个角度兄弟们,绝了啊 我直接现场做绝育 叶峰给你们来一波现场做绝育 切割,切割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没见过啊 切实机 能不能切这个 不能 这是不是高版本的东西啊 我怎么在1.7.10和1.12.2没玩过呢 哦,这是宝箱耶 大家以后看见这种奇奇怪怪的箱子 都给它打开 这属于宝箱 拿着拿着 这里也是宝箱 哦,我明白了 它虽然是切实机 但是在这里想把它给展现成一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一个切木头的机器 那我们不能浪费 这些个丛林木什么的 都拿出来 然后多余的做点木板 嗯,一组多的木板 熔炉里边会不会有东西 啥 需要农耕衣 兄弟们,咱不打怪 连炉子都用不了 好离谱的设定 农耕 哪个是农耕 这是采矿 锻造 贸易 剑术 农耕 诶,我有技能点诶 农耕可以用 那工作台是不是没有技能也用不了 哦,工作台没有技能是可以用的 熔炉我们已经可以用了 我来看一下啊 提高防御力解锁防具 这是解锁防具用的 提高额外战利品掉落 提高一些一击 幸运一击的几率啊 减少掉落伤害 解锁剑类物品 提高生命值 哦,除了美生五级加一颗心以外 我们还可以通过技能点 然后再看这个 剑术 贸易 降低贸易价格 跟村民的交易嘛 然后锻造 降低消耗 解锁 矿物资源 那这不能不点 必须点 炼金物品暂时不需要 这也点一击 先留两个技能点 以防不时之需 这边有些书架 咱就全给它拿了得了啊 现在是十二本书 因为我们这里边肯定是要做覆盟台的 咱前期啊 我估计我也暂时找不到什么好的落脚点 咱不如就在这 行不行啊,兄弟们 咱就在这 凑合凑合 我已经学会高版本放箱子了 这么放 这么放 诶,等等 这是我没想到的 高版本两个大箱子可以聚在一起吗 离谱了啊,兄弟 这书可以当染料不 这么好的说明书 用来烧东西一定很棒吧 好吧 它没办法烧 那算了 然后把剩下的也做成木棍吧 然后我们出去砍点树去 诶,再砍点 OK,兄弟们 做个坐标 这就是咱家了 哈哈哈哈